音乐 空气中校正器 空气中是在时钟内装设一个膨胀式 借由空气的温度改变 使膨胀式不断地重复热胀冷缩 推动上链弹簧把动力传给机心 一度C的温差就足以供应空气中储存48小时的动力 因此空气中无需电池,无需上链 空气中的概念在1740年成型 经过机家钟表厂的不断研究改善 使空气中的品质日趋完善 至今空气中的运作原理仍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能量需求最少的机械装置 由于空气中动能来自温差 能量十分有限 因此内部构造必须符合节能的高标准 空气中摆轮每分钟仅摆动一次 使消耗能量仅为一般手表的240分之一 由于空气中运转十分缓慢 将造成精度不足或者矫正时间过长 空气中的周期矫正仍是使用上的一项阻碍 本作品提出一个空气中的调教方法 并完成一调教器 使空气中的调教变得更简单实用 由于空气中运转相当安静 极不容易获取信号 本作品以磁场变化作为侦测信号 透过磁场检测器 可获得磁场变动情况 并推算周期 处理程序包括4个步骤 1.磁场侦测 2.信号前卫 3.月零点时间 4.周期计算 本调教器一开始就维持了极精准的结果 一天的累积误差在17.3秒内 在20分钟内就达稳定的结果 一天的累积误差在2.9秒内 同样的精确度要求 一般方法需要两天时间去调整 本方法则只需20分钟即可达成 大幅提升空气中的调教效率 提升空气中的实用性 1.2秒内 2.2秒内 1.2秒内